资料显示 端午期间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.06亿人次 同比增长32.3%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.12.8%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3.10亿元 同比增长44.5%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4.9% 提程资料显示 部分旅游业派的恢复进展已超过疫情前水准 其中国内门票业务等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已翻倍 去那儿资料显示 2023年端午假期 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量超过2019年同期二成 国内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超过2019年同期1.6倍 非诸的资料则显示 在这国端午假期 包含国内机票 酒店 周边楼 中长线楼等在内的国内旅游服务延续了 今年以来的复苏势头 商品订单量继续超越2019年同期 出境楼稳健恢复 较同样长度的元旦假期 订单量已增长3.6倍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小线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